大家好 我是娃恩 歡迎來到我多肉花園 今天我要介紹的多肉 就是它 它的名字很霸氣 它叫做龍爪 有人猜對了一半 因為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而且被我拔起來 因為我的多肉 我幾乎每天大概花一個多小時 稍微看了它一下 我發現它上面長了戒殼蟲 哇 當時我看到戒殼蟲的時候 我心真的都涼一半了 馬上二話不說 就把它跟所有的多肉都分開來放 然後接著我就把它拿出來 我發現它有戒殼蟲的時候 我就拿洗碗筋兌水 然後把它洗了一遍 沖了一遍之後呢 確認它沒有 然後我把所有的根部的地方 全部處理乾淨 然後靜置了大概五六天之後 確定沒有這些戒殼蟲在上面 然後我就把我原來的盆裡面的土 全部丟掉 不再用那些土了 我覺得因為我怕會有戒殼蟲的軟 繁殖在土裡面 因此土不要 那我的盆呢重新換一個 把另外那個盆清洗乾淨呢 晒乾 所以我覺得它長得真的是 很帥氣的感覺 所以因此我就配上一個 有中國味的一個花盆 因為它屬於比較長比較深 我就會把它這樣子擺 那當然它旁邊也有小baby出來 但是我先不把它取下來 我想等它再大一點 等它浮盆之後呢 我再想辦法把它取出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栽種它囉 那一樣我們放了基底石之後呢 接著我們再放我們的多肉土上去 那我們要調整一下它的高度 看可以到想要放在多高的地方 位置 這樣子 那一樣我們龍爪一樣是大概溫度 不能超過30度 那低溫不能超過5度 不然它的葉片就會容易化水 所以基本上到了冬天 如果太低溫 還是要把它移到室內來栽種它 好 我們今天這個土 就這樣子 是不是真的種多肉是很有趣的事情 每天接觸它 看著它成長 覺得自己好有成就感 但是當它生病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要趕快搶救它 不然它就會把蟹殼蟲帶給其它的多肉 所以每天都要花蠻多的時間 來看著它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龍爪換盆 但是我是想說 很多大家都說 可以買很多藥來除蟲或幹嘛 但是因為基本上 因為我們家有蟲物 我基本上都說用比較天然的 當然你們也可以用促水 來洗藉殼蟲 藉殼蟲也會死掉 但是我就用我的洗碗精試試看 結果效果也蠻不錯 當然你也可以用洗衣粉 這種比較 我們周遭用的這些清潔劑 那比較環保吧 因為我自己家有蟲物 我基本上也不太用這些化學藥品 所以不妨大家可以試試看 但是重點在根部的地方 一定要清除乾淨 我是建議大家把土全部重新換掉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吧 那接著我們的龍爪 也會繼續存活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節目請按讚 訂閱去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